嘉義縣大林鎮有一攤古早味的炭烤玉米 老闆簡坤浩和他的母親40年來 每年只從農曆11月營業到元宵節前後 40年有了啦 一般就是冬天的時候 冬天的時候會出來這邊做生意啦 客人啦 客人都是有的時候過路客也有啊 有時候人家過路過買過後 有時候吃過後他都會明年 這個時候他會再來有經過還會再來下來買 儘管台灣一年四季都有生產玉米 但是出自對於口感的要求 老闆母子除了每天親自到市場挑選之外 更堅持只賣最飽滿鮮美的冬季玉米 因此有了一年只賣三個月的經營模式 這個夏天的時候 那時候他的東西就比較會 也是也是好吃啦 可是就是比不上年底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好吃啦 所以我們就是都經營這個玉米當季的時候 就是人家說的 當時的時候齁 那這裡在烤這樣啦 所以這個番味都是 新鮮度都絕對有到那裡這樣啦 沒有華麗的招牌 也沒有炫木的廣告 靠著街坊間口耳相傳建立起的口碑 是當地人都知道的美味 玉米也蒸啊 啊 吃也好吃啊 番味的我從小孩就開始吃了 小孩吃十歲那裡 吃到四十幾歲了吧 實在真的好吃啊 還吃 許多在地的美味小吃 往往隱藏在不起眼的鄉鎮道路堂 下次經過小攤販 也不妨試著挖掘一下在地的美食吧 中山一報 沈志平 黃佩文 嘉義大林報導